字幕提供 客客公主, 你覺得我這個薄餅上 放什麼餡料是最好的? 不如中西合璧吧 我們在西式的薄餅上 就加一些中式的東波肉 再灑點芝士上去 這樣好像不是很合格 雪花潔白無暇 雪花, 雪花, 油, 油… 是油美文靖 為什麼我又不記得? 你們倆背了什麼? 我參加了朗重比賽 小白菜姐姐替我背比賽用的C 對, 小小小, 你要加把勁 沒想到連背首C也這麼難 難道我真的沒機會在比賽上獲獎? 小小小小, 你別灰心了 不如我們陪你一起練習吧 我可以找醬汁家族 幫你打氣, 好嗎? 好啊 好啊 Modu Modu Moku Moku 無限愛心, 變出無限可能 大家猜猜這次我會找誰來幫忙 大家好, 我是常常幫人 加油打氣的Thomas 是不是各位小朋友都猜中了呢? 真是厲害了 Thomas, 小雪兒子參加了朗重比賽 不如我們跟他一起打氣, 一起練習吧 好啊 但是…我手指還沒背好 怎麼辦?Thomas 小雪兒子, 你別這麼緊張 放鬆一點 你嘗試跟著我說的做 好啊 首先, 深呼吸 吸氣 呼氣 然後, 我們一起理解一下 壽司的內容 知道了壽司的意思 背的時候就更加容易了 我之前都是一直靠死記死背 讓我嘗試通常的方法 不如讓我們看看壽司的說什麼 首先, 這壽司的第一段 是說的是雪的雪靶 是靜靜地來的 原來是這樣嗎? 我現在明白了 我現在明白為什麼它會這樣寫 明白 小雪兒子, 不如你現在試試背第一段吧 雪花潔白無瑕 雪花由美文靜 從不願打擾別人 總是超超降臨 小雪兒子, 你這次背適合了 你很厲害 我終於背到了 原來明白了這個意思之後 再說, 就會容易很多了 Toma, 你的方法真是很有用 謝謝你 不用客氣 小雪兒子, 你要加油 我會支持你的 Toma真是好 又溫暖又貼心 快點背第二段 因為第二段所說的就是 落雪的情景 三天後 剛才那位參賽者的郎仲很有感情 觀眾還拍了手掌 很可憐 我怕一會兒緊張到什麼都忘記了 小雪兒子, 我們來為你打氣 小雪兒子, 為什麼你又這麼緊張 這裡每個參賽者都很厲害 我怕一會兒什麼都忘記了 小雪兒子, 你不要這麼害怕 你這幾天不停練習 你不一定比其他參加比賽的人差 一會兒上台, 你就看著我們 當是平時練習, 就不會緊張 小雪兒子, 沒錯 小雪兒子, 你現在就要放鬆一點 你看著我們 你嘗試劃想一下朗誠吧 好 夢中飛向森林, 飛向蜜田 我聽見雪花的翅膀在鮮凍 小樹仔仔, 一定行的 我們剛才幻想的時候 真的好像看到落樹的情景 小樹仔仔,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這次希望可以獲得獎 有請下一位參賽者, 小樹仔仔 到我了… 加油, 小樹仔仔 我們會在觀眾席為你打氣的 那我先上台了, 出發 好 加油… 加油… 聽雪, 金波 雪花, 潔白無暇 雪花, 由美, 文靜 為什麼會突然黑曬呢? 燈壞了?怎麼算好呢? 還是不要管了, 我照朗誠吧 從不願打擾別人 總是靜潮潮江南 雪花腳步輕輕, 像羽毛飄在胸中 飛向森林, 飛向蜜田 我聽見雪花的翅膀在鮮凍 真想不到, 又會突然停電? 對 我真的很怕黑, 幸好很快就有電 為什麼會突然停電? 我這次的表現真的很差 小樹仔仔, 你別這麼不開心 還有, 你能夠在黑暗之中 完成了狼狀,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我原本準備了一些動作 評判一點都看不到 剛才還突然停電, 黑曬了 嚇了我一跳 評判一定給我好低分 小樹仔仔, 我覺得你狼狀的時候 有投入你的感情 雖然看不到你的動作 但你想表達的心情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對…其實你已經表現得很好 至於能否獲得獎 其實下次再努力就有機會獲得獎 對… 連天天都不喜歡我, 算數吧 終於到了最緊張的時候了 我們將會宣佈今晚的得獎者 第三屆Yummy Yummy Lio Lio Lio村 宇千, 恭喜兩位 冠亞貴君也宣佈了 我這次輸了 小樹仔仔, 你別不開心 參加比賽一定會有輸有贏 這次剛好遇到停電 下次你再努力準備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機會上台獲獎 我下次還是不參加了 朗仲又不是聰明, 運氣又差 我下次也不會再參加了 剛剛收到消息 因為這次突然遇上停電 評判一致覺得在停電期間 有一位參賽者處遍不驚 在七刻之中完成了他的表演 所以決定特別頒一個卓越表演獎給他 這位得獎者就是小樹仔仔 是我嗎? 是的… 是你呀, 小樹仔大小花獎 小樹仔仔獲得得獎得太好了 小樹仔仔 大家看看, 這獎就是卓越表演獎的獎 小樹仔仔, 你的努力終於有回報了 謝謝你們, 又陪我練習 學上完台之後, 你們又安慰我 小樹仔仔, 其實這次這個獎 全靠你努力練習得回來 雖然中途越想停電 但是你也堅持完成表演 你的努力, 大家都看得到 對, 而且這個獎過往也沒有 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比起這個冠亞貴更加特別 以後無論遇到甚麼事, 我都會全力依附的了 太好了… 真的猜不到, 這次的朗誦比賽 竟然會遇上停電 是啊, 原本停電那一刻, 我都很害怕的 但是我想起我練習了那麼久 沒可能空手而回的 所以就鼓起勇氣, 完成我的朗誦 我們遇到意外, 應該要首先冷靜下來 再想想有甚麼事可以做到 這次你真的表現得很好 謝謝你為我打氣, 還有幫我練習 Thoma, 你真是大給我溫暖 謝謝你呀, Thoma 不要那麼用力, 吐不了氣 謝謝你 謝謝 你們 謝謝